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辰輝 歡迎收看股市未來學 禮拜一台北股市上漲了67點 成交量815億 那麼當然很多人會說 跟明天的摩台結算有關係 那摩台結算什麼關係 它在軋空嘛 它用什麼東西去軋空 它今天其實是在軋空 上漲67點盤中94點已經來到9300了 它是用大型的電子股在軋空 可是用大型的電子股軋空 這個800億夠不夠 不夠 那麼成交量不夠 我從什麼時候跟大家談到 從8900、9000 談到今天已經看到9300了 你還是說它的成交量不夠 可是我從8850點開始上來 我就提醒大家 你這個看成交量 你還停留在20年前 因為裡面的結構比較重要 那裡面的結構 它之前就已經用 傳產龍頭股跟電子股在輪動 所以今天漲上來 明天結算 結算之前 結算之後 它這個軋空會不會結束 它還是可以用輪動啊 它的成交量還是可以800多億啊 800多億 它還是可以用傳產龍頭股去輪動啊 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齁 你不能只看指數9200點 你不能只看成交量 不夠 這個都是停留在過去了 指數成交量 你要看裡面的結構 看各股的多空 還有看有錢人的布局方向 有钱人的对未来的一个筹码的人际 复杂的人际关系 这是我最近节目当中 一再都提醒大家的 那今天涨上来之后 不是只有嘎空 其实他还是有机会 你还是要注意 这个机会里面包括他怎么会压回 因为你看到加权指数过了9251 今天来到9313 加权指数过了这个地方的高点 但是台湾50 不管是盘中还是收盘 他都没有过相对于9251之前这个高点 那为什么加权指数过了这个高点 而台湾50没有过 这个中间都没有除权除息 因为这个已经是11月12月了 所以台湾50比加权指数要落后 代表说他这里面的结构当中 他还有其他的股票在动 他还有不是台湾50里面的大型的全资股 也是有人在动 指数加权指数才会先过9251这个高点 所以当他嘎空完之后 他会杀一个短多 这个杀短多就是你另外一次布局的点 我们先都是下结论了 包括说礼拜六我们全球独家开盘 你说这个成交量是像什么成交量 可是我说你要反向思考 反向思考啊 这种成交量包括礼拜四跟礼拜五的 500多亿 500多亿 300多亿 大户进不了也出不掉 这个叫反向思考 那礼拜六涨很多的反弹股 反弹股很强 你要小心 这等一下我还会谈到 所以这里面的 它就是一个个股的多空变得很复杂 然后包括今天很多人会跟你谈的 涨跌幅是不是要放宽到10个percent 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讲法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道理而已 涨跌幅放宽不管是10个percent 15个percent 20个percent 有很多国家南韩还准备 把它15个percent变成30个percent 不管多少涨跌幅不管多少个percent 就是我最近一直在做的 怎么样去更精密的价位执行 你未来只有一条路 我已经讲过很多遍 只是各位你认不认同 其实不是只有现在 未来你在台北股市当中 只有更精密的价位的执行 你就不用去管它什么10个percent 20个percent 30个percent 当天涨跌幅 那个已经是不是 本来就是国际化的一个过程 十几年前这个案子 就放在台湾证券交易所了 只是十几年来没有人敢做 没有一个有gold的官员敢做而已 所以这个10个percent不是重点 是我们怎么样去做更精密的价位执行 那这里面我上个礼拜还花了很多时间 连续几天我提醒大家 9200点是一个虚的东西 你去台湾证券交易所的网站 看报酬指数 还原全值的指数 已经14000点了 9200是一个虚的东西 不能用这个来做多空的标准 你要看结构 看里面个股的多空 上个礼拜四 我们再谈到盘中的期货 都比现货要强 每一波往下压的时候 期货都不往下杀 期货比现货要强 它就不是一个杀盘的结构 这也是一种结构 所以我都事先提醒大家 然后包括说股票做输的去做期货 期货做输的做选择权 那像棋子的专家 很多人每个月 都帮你赚1000多点每个月 如果一年算起来 你的10万块应该变成240万 可是如果你的10万块 经过这么精彩的表演 并没有变成240万 一年12个月 每个月都1000多点 你的10万块不是应该240万吗 如果没有的话 你是不是要反过来想 到底有什么方法 才是我们在股票市场 未来的希望呢 方法在哪里 这个红色的框框 各位到底会不会 你说你会 我今天再举一个例子 这个红色的框框 一样4月3号 红色的框框 4月3号在这个地方 28块多 这里 他从28块多涨到将近38块 28块38块 你做这一段 你怎么乱买 到最后你是赚嘛 可是这个点过了以后 当他下来的时候 你说抢反弹 抢反弹 反弹你在怎么抢 你会比这个地方好吗 反弹在怎么抢 你会比这个地方好吗 会比这一段好吗 而这一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个红色的框框 就是第一个嘛 这叫方法 这个红色的框框叫方法 你每天看每天看每天看 看到最后 California 每天看 6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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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千 6千 7千 6千 6千 70 7千 7 tu 6千 6千 7千 只是你有沒有每天有那麼多時間 簡單的是每天做 好像要花一點時間 變得不簡單 可是我方法我都傳承給各位了 然後包括這個比較難的 每一季每一季 財報出來我都會提醒大家去看 我會幫大家算 紅準四月份的時候 這個地方的紅準 這個地方的紅準 其實它後來漲到92塊 70出頭到90出頭 你感覺不管多難 可是你這個方向是對的 可是當拉到90幾塊的時候 你說紅準 來到90幾塊的時候大家跟你說 大家跟你說金屬 機殼 紅準 凱勝 有多好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不是很多人開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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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你不用最基本的東西 你就算這個地方整理再久 你到最後還是會賺錢 這個叫方法 只是這個方法比較難 這個比較複雜 所以我每次 都會把它放在你的電腦裡面 放在這個地方 你隨時隨地你去查你的股票 你的股票到底 它有沒有一個合理的股價的空間 你在你的電腦裡面 都可以看得到 你都可以看得到 你都可以看得到 這個是一個用心跟用善意 大家要去利用 那很多東西我在節目當中講的 你記下來也夠啊 這檔股票好多人喜歡 很多人喜歡 然後很多人喜歡問 那你會提到 都可以拿去 我會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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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那個三個月 那哪有個房間 我會提到 我會提到 你怎麼可能 我會提到 然後你之前就知道說他量不能縮 而他又給你三個禮拜的時間告訴你說 我量縮了 量縮了以後 他確實是從53塊回到最近41塊嘛 我們不要講最低什麼36塊 就講他下去到36塊再回來 這幾天在41塊 可是他在告訴你我量縮了 我沒有滾量了 我沒有滾量了 他從53塊回到最近的41塊 也超過三根停板 往下的三根停板 所以這個夠簡單的東西 我節目當中講你就會了 然後現在剩下的是 比較沒有時間去做的功課 就是我現在一直要求大家做的 籌碼中線兩倍三倍 然後你要快 短線的價位設計在什麼地方 我再用禮拜六的例子 我用禮拜六的例子提醒大家 短線的位置 這個也是很熱門的股票 到現在成家量都滿大的 你就算這個短線看到以後 他61塊 61塊漲到187塊 乘以2 乘以3 可是我要補充講的是兩點 第一點 禮拜六我跟大家講的意思是說 現在其實是不好的位置 你在這個地方 你在這個地方61塊的時候 這個地方 你這裡什麼做 它都有兩倍 乘以2 乘以3 可是最近這個位置並不好 然後第二個問題 當時連我自己都一樣 這股票沒有基本面 成見 我也有成見 我跟你講 純技術性操作我當時也寫了 你也看過 你不是只有在會員分析附入 你在電視當中你也看過 只是我對它還是有成見 那這個成見 如果我們能夠按照方法 拋棄成見 它還是能夠乘以2 乘以3呢 拋棄成見好得開始 新的方法 這是已經一年多以來 我在節目當中 每天每天 要傳達給各位的 你怎麼樣 用新的方法去找到你應該會的 然後那個才是你賺錢的根本 也是我們一起操作 最重要的根據 可是我現在又要進一步囉 我們現在再進一步 等一下我們先進廣告 2分鐘後再回來 我在談怎麼樣進一步 去做更精密的價位的執行 我們待會見 中央特區 紐約 東京 香港 世界文庫交通智負 台北車站10分鐘 錦鱗新莊復讀星 三高三節四特塊 五股周子陽果市正中心 入主世界部人生有財富 周子陽中央特區 世界負 8292 7000 真 股市最真實的語言 傳 有價值的方法傳承 常 會員專屬績效 常鴻 現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傳承直線 02 8101 060 您準備好了嗎 為了您的財富 為了您心復習難懂的趨勢 新海一定要改變 改變才有機會 改變操作迷思 投資才會賺錢 讓您穩健獲利 這是我們的承諾 讓您安心操作 這是我們的保證 馬上接通電話 改變你投資的命運 02 8101 0600 真 股市最真實的語言 傳 有價值的方法傳承 常 會員專屬績效 常鴻 現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傳承直線 02 8101 0600 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參加冬日購物節 交通很方便喔 大家好 歡迎回到股市未來學 航錢的看法我都有跟大家提醒了 這個紅色的框框 跟我在畫個股是一樣的 雖然它是指數 然後你看周線是一個中線的位置 它在整理 整理的過程裡面呢 上個禮拜是聖誕節的時候 因為盤中的期貨都比現貨要強 它不是一個砂盤的結構 它是量縮啊 量縮的很嚴重啊 只有500多億 500多億 500多億量縮誰量增 從2344的華邦店 到2492的華新科 到616的彩晶 到5469的漢宇博 當天放量的股票是誰 那它為什麼要耗這麼大的工程 它不是散戶 就是上個禮拜四 你沒看到 我提醒你看啊 那我為什麼要提醒你看 因為我知道今天會有人跟你講華邦店 今天會有人跟你講華邦店 掌停板8萬多張 還鎖進4萬張 你現在講華邦店 其實你是 你根本不了解 講的人根本不了解 說這個整個大戶的行為當中 他在想什麼 其實我當天講完 我已經講過了 三個月之後 他會告訴你答案 他為什麼要做這麼大的工程 他三個月之後 你會看到答案 事先講好了 你不要今天講誰掌停板 那個沒有意思 我要講的是 你這三個月當中 人家答案揭曉的時候 你到底賺了多少錢 這個才是重點 那你說上個禮拜六 我們獨家開盤 這個華邦店 你說今天它為什麼掌停板 因為美光要跟它合作 合作什麼東西 你進報紙去看一遍 報紙寫的是說 美光要跟華邦店合作儲存的部分 記憶體儲存的一個新的晶片 是不是跟我禮拜六講的儲存的部分 不管雲端大數據 或金流的儲值的部分 其實都有相關 好 那這個相關我三個月之內 我會跟大家講答案在什麼地方 真正在做什麼 可是大盤很簡單 這個紅色的框框 我從上個禮拜畫到現在 它跟你在畫個股 是一樣的方法 你畫個股也好 你畫大盤也好 它都是同樣的方法 那今天突破了耶 今天你仔細看它好像突破了 可是在突破之前呢 有很多人這裡畫一條頸線 有沒有 不要說沒有 有很多人在這裡畫一條頸線 然後說放空 為什麼要放空 因為這個叫頭部 然後頭部完之後 這裡要一條頸線 頸線不是要放空嗎 你剛好空在9000點 9000點 9000點 空了兩次 然後今天將近9300 這短短的兩個禮拜 300點 300點裡面 有人在899000這個地方 被尬了三四百點 你不要看小小的這個框框 好 那儲存設備裡面 又有5351的預創 有8271的羽瞻 我不是你明天去買它 你要去找它中線的位置 好 因為這種類型的股票 它一檔一檔出現 等一下還有一檔 你繼續看下去 這個叫做2015年 整個趨勢當中 我禮拜六講到的 除了眼球的革命 你的眼睛跟你的耳朵 所用到的電子裝置 它會改變之外 還有 什麼都連起來 什麼都存起來 什麼都存起來 裡面 這些股票 你要去找它中線的位置 你先放在你的自旋骨裡面 找它短線跟中線的位置 不是只有中線 短線中線的位置 都浮浮的合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進場的點 可是目前短線上我認為 你先注意 它會先有一個殺短多的現象 因為趕完空之後 這個突破不見得成立 因為成交量不大 所以它會有一個殺短多 那殺短多的時候你要注意 什麼樣的個股會跌 什麼樣的個股會跌 中銅股票很多人講 減資 減資 減資完之後大漲 大漲 然後現在呢 現在就沒有人講 可是 大漲之後 它會不會跌 這些問題都是一個 什麼 其實你現在在看節目 你少了一段東西 就是 我提醒你的 我會提醒你 你不該被軋空的 我會提醒你 不要被軋空 可是這個個股 個股 個股都給你了 個股給你的過程當中 你少了一個價位 你少了一個價位 怎麼去執行 這個價位 這個價位的執行 價位的設計 這些條件跟價位上的設計 現在在測試 我現在在測試說 怎麼樣讓你用最方便的方式 最簡單的方式 在測試完之後 我就要放到你的電腦當中 讓你去能夠 自己都看得到 不要一直等我講 你自己都看得到 那個才是我給各位的真正的福利 我現在在測試 希望很盡快的 能再放到你的電腦裡面 那 什麼叫多頭 什麼叫空頭 連續講了三天了 年限往上叫做多頭 現在年限是不是往上 是 年限還是往上 年限往上 你為什麼一直空 一直空 好 那年限往上裡面 問題成交量不大 所以有條件跟價位 而這個條件跟價位當中 我們再看華雅科 先看今天的華雅科 華雅科今天也是往上突破 跳空往上 當然這個跟記憶體剛才談到的 什麼都存起來有關係 跟我們禮拜六講到 什麼都存起來有關係 跟我們禮拜六講到 所以我在9月份的時候 我就提醒大家 你44塊以下賣華雅科都是錯了 我講了好幾遍 44塊以下去賣華雅科都是錯 所以事實上 他在44塊以上這邊很久 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從9月份到現在 他在44塊以上這個時間很久 你44塊以下去賣華雅科 你現在來看都是錯 這是你9月份就要知道的 這不是說價位嗎 這些都是價位的問題 他在45塊到48塊 你看混了多久 這個地方你看都問了多久 然後經過三個月之後 當他上個禮拜 收過47.85的時候 你是不是在節目當中看到 我說因為他收過了47.85了 所以這個地方 你要叫他直接往下殺是沒有了 但是他有一個東西要改變 還有一個缺點要改變 好怎麼改變 就是當他上個禮拜 收過了47.85之後 他要去再看這個位置 然後這個中間要去改變 他技術上的一個條件 這個條件一改變的時候 你是在看他的啟動量 因為這種股票 500多億的股本 他的啟動 啟動的過程當中 他都要先有一個量的形態出現 這個不是很清楚嗎 44塊以下為什麼不能殺 你怎麼殺得錯 其實早就已經知道了 44塊以下你不要去殺他 當他這個地方改變完之後 再來看這裡 這裡就是這裡 好 那華亞克是什麼 華亞克不就又跟你剛才看到的 華邦店的掌停板 報紙寫的故事 然後從剛才談到的幾個個股 什麼都存起來 這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從大立光的什麼都拍下來 然後給我的一個啟發 這個未來的一種 我對很重要的 那一種就有效 所以那我不會接受到 所以就像幾乎空訪 我對這兩個股票 如果前次拍到 hinope 很多人的股票 也有很多股票 這個股票 然後可能會不會去 那現在大家會去 在1月初这段时间 从今天其实就已经开始 今天尾盘我就已经在做一些测试的动作 我下了一些单 看我们会员朋友的执行能力 我发现还没 几个投资朋友还真的按照步骤去下单 这就对了 这些包括现在开始进来的会员朋友 在1月12号之前 在1月12号之前 你来的叫做2015年的总指会员 这些总指会员以后我在节目当中 会不停地用这些会员的操作的过程 给大家做示范 给大家做统计 给大家看绩效 给大家去对照样本 这些2015年的 从现在开始 从今天开始我们盘中在执行的 这叫以后的对照区 这样对照就很清楚了 大家就不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然后各位不要忘记了 去年1月3号去年元旦之后第一档股票 是11块3.5的国具 后来涨到25块 第二档股票叫成泰 成泰从53块8涨到108块 那个都是去年 去年整个元旦之后 我们进行的个股 今年我也希望如此 去比照去复制 那现在只要你要拿取电话 跟我们线上助理直接预约 2015年的总指会员 以后我们就用这些个股 来跟大家做对照 跟我们线上助理做联系 明天再会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仲参考 去车 我不只有车 我还有司机 认真负责人 久后不开车 真 故事最真实的语言 传 有价值的方法传承 传 会员专属绩效长红 现在一定需要的是方法 全程直线02-8101-0600 您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词号 为了您心复杂难懂的趋势 心态一定要改变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迷思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马上集中计划 改变您投资的命运 02-8101-0600 真 股市最真实的语言 传 有价值的方法传承 常 会员专属绩效长红 现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全程直线02-8101-0600 包括 亚洲 5-0 5-0 6-0 6-0 5-0 5-0 1-0 6-0 8-7-0 7-0